由黄紫娇及赵戴新所主持的大型音乐节目 这天在台北举行祭招 担任嘉宾的毕淑敬不止人道连礼都有道 除了送上代表步步高深的米糕之外 他还将自己的歌曲转身之后改成了藏头曲送给这个节目 听音乐以后潮流的曲竟在庭旁中 那明星的好歌你的心在传流 你却忘不了就只能说话语音乐 突破船高峰 好精通 戴新在6月初的时候就和周星哲正式复合 见证他们去年12月分手后 首度同台兼拥抱的娇娇 对于戴新和Eric的复合就当人开心了 他还不失幽默风格 在这天和戴新合唱的改编版制造浪漫中 加入Eric的名字作为彩蛋 焦哥怎么想说还来个仓头诗 对啊 你看都没有人发现 没有 其实我有 我有想说音乐哲学 这个是怎么样 就是把音乐当哲学啊 音乐是个学问啊 和焦哥的风格所以我也没多想 对对对对没有戳破这件事情 对 虽然觉得很熟悉 对 很熟悉 熟悉 熟悉 他突然跟我说戴新啊 你真的不能唱歌吗 应该不是五音不全那种嘛 练一练应该OK吧 我觉得焦哥都这样讲 我如果再说不OK 我就很不敬略 对 所以我就是当下答应 但是我真的 我从高中之后就疯麦 我再也没唱过歌 我去KTV都不唱 难怪你选的是高中时期的老歌 制造浪漫 对不对 对 我就选了一首 感觉应该是OK 蛮简单 但我真的焦虑三个礼拜 辛苦了 对 很紧张 所以我听说还要找老师来招学 对 对 对 因为虽然说我刚刚在台上 也不是说唱得到歌后等级 但如果没有找那个老师 上那几堂课的话会更惨 新节目《告别电视台放送方式》 将会在网上平台播出 在主题方面 就会结合回顾华语乐坛 全年大小事 每星期还会推出一首新的华语歌曲 让音乐人有发挥的平台 而且还会用到AR和VR技术 制作下重本之余 团队工作量也十分大 令作为主持兼节目制作人的娇娇都说 希望团队不要辞职啊 最挑战的就是制作团队不要离职了 你在喊话吗 因为很苦很苦 前制作业要找很多的资料 尤其是现在虽然网路很发达 不过错误的资讯很多 就是要求证 对 要去无存心 然后再去邀请新闻人物 来到节目里来 平常节目你爱怎么发怎么发 可是我们尽量都要去呼应 这很难吧 所以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做得开开心心 长长久久 有吧他们开心啦 我有私下来跟他们聊 你确定 他们都觉得很过瘾